阿拉上海为数不多的大型夜市 地铁直达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夜市了 大家好 我是黄秋库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很热闹的夜市 哇塞 朋友们啊 带大家看一下这条夜市老街啊 商店太多了 火锅烧烤龙虾 这边呢 露天烧烤 烤扇贝20块4只 烤生蚝 琳琅满目啊 灯火璀璨啊 哎呦 这一块 我们看啊 就更加的湿井气浓郁了 卷饼 这里呢 烤鸡翅 还有油条吃饭糕 这个招牌做的密密麻麻的菜煎饼 哇 都挑不过来啊 看看我要吃点什么 朋友们 自从地铁18号线开通后啊 去周浦小上海夜市就便当了很多 整条夜市街我们看到 湿井气味道相当的浓郁 还保留着十几年前闹门的景象 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啊 和十几年前比起来啊 这个人气还是不好比的 人呢 是少了很多 但是对比现在上海萧条的夜市经济来看呢 这边啊 已经是大哥大级别了 勺皮豆干 嘎嘎香 老板娘手脚很麻利啊 在夜市里面挡发挡发 仿佛啊 感觉自己来到了另一座城镇 像旅游一般啊 不像是在上海 各类小吃美食应有尽有 你说这边价格呢 便宜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跟市区比起来 但是这个量啊 感觉明显要比市区啊多很多 这里又来一个徐州菜煎饼啊 12块一份 脆皮五花肉 哇塞 一到夏天啊 这个摊位全部给他们摆出来了 这边手打虾滑 炒酸奶 炒冰 鲜榨果汁 鸡蛋仔 酸奶大麻花 哇 各式各样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啊 炸鲜奶 长沙臭豆腐 肉夹馍 烤冷面 腰滚烤鸡 狼牙土豆 哇 铁板豆腐 这个是虾饼 泡菜臭豆腐 还有酸梅汁 西米露等等啊 麻辣甲鱼 48块一只 我买个菜煎饼吃吃啊 这要自己加菜的 那个就是我的 好了 我的菜得做了啊 打了一个蛋 然后把我选的菜呢 拌在一起炒一下 然后菜熟了 把这个现成的饼啊 给盖在上面 它上下要盖两层饼 等于把菜加在中间 然后菜全部铺好之后 又放了一张饼 夹在上面 再拿盖子把它压住 好了 我的饼呢 两面都烘得比较焦了 就切一下就可以装袋了 还买了一瓶这个芒果汁啊 配一配 尝一下这个生蚝 25块钱 5只 上面还有粉丝和很多蒜末 嗯 味道还是比较重啊 非常的鲜美 其实我感觉像吃这种东西呢 粉丝比这个扇贝啊 要好吃很多 因为比较稀味道 这个菜煎饼呢 和炸蛋煎饼啊 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啊 它会更香一点 更咸一点 更油一点 再搞点这个 淀粉火腿肠和臭豆腐制成 一串小香肠 5块臭豆腐肝啊 13块钱 先尝一下淀粉肠 甜甜的 臭豆腐啊 我特意要了白的 没要黑的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有点发酸了 感觉调味比较一般啊 脆还是炸的挺脆的 哎呀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看这个夜市啊 人太多了啊 还能让这个电停车开来开去啊 太拥挤了 旁边还有很多服装店啊 比起市区那些不伦不类的夜市啊 这边的夜市可以说是显得又正规 又接地气啊 来到这边我们看啊 这里还有非常长的一条啊 这里呢可能是一些服装啊 一些小商品多一点 也都是摊卫型式的 袜子10块3双 贴膜 太阳镜 25块钱一副 香水 穿耳洞的 买美瞳的 这里呢 一些夏天的小裤裤啊 买玩具的 这里呢 鸡血衫 看一下价格啊 都是两位数的啊 品种还蛮多的 前面反正非常长的一条啊 看不到头我就不走过去了 基本上呢 都是一些小商品 好了朋友们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周浦的小上海步行街夜市怎么样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这位